各位弟兄姐妹 在未来两个星期里面 我会借着诗篇里面的禁文 在我个人的灵修方面的帮助 也希望这些的提醒 也帮助你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在生命里面有改变 诗篇第一篇里面说 耶和华的律法 就业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了 在我们中国人来说 我们常常会说 一日自祭在雨晨 每天早上 我们起床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整天的环境里面 我们都能够有一个特别的经历 在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们早上起来 我们是否愿意向神律志 每一天清晨的时候 能够借着神的话 来帮助我们的灵命 得以修剪一下 这里提醒我们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这人变为有福 福是我们中国人 最喜欢有的一样东西 我们希望福 也是常常说 自求有福 但是我们中国人 对于福的观念 常常以为是 可能你的物质 你的房子很大 你的物质很丰富 或者你的很有钱 但是 假如我们细心地想一想 每一天 我们心里面 真正的有福 是我们心里的平安 和喜乐 圣经告诉我们 耶和华的律法 只要我们 作业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因为神的话 能够帮助我们的内心 有更新 帮助我们的生命 有改变 只要我们每一天 愿意坦诚地 面对自己 借着神的话 好像一面镜子的一样 让我们能够 在神的话里面 每一天来提醒我们 内心的 需要改变的地方 然后被神的话 去改变 只要我们每天 这样子做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心里面 就常常会有喜乐 会有平安 当我们心里面 真正有喜乐 有平安的时候 我相信神的话 在我们心里面 就产生力量 这种力量 就是来改变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的心里面 不是因为环境 而是我们因为 心境里面的改变 我们常常就有喜乐 有平安 一个人 假如心里面 有平安 有喜乐 我相信这才是 真正的福气 而不是外在的物质 也不是外在的享受 因为外在的东西 有一天会失去 内心的改变 才是一个永恒的改变 谢谢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